大家好 我是Lucy 西部的滨海公路呢 這邊有滿滿的海味 那當你吃飽之後呢 你其實也不用擔心 我吃飽要幹嘛 我要去哪裡 因為沿線呢 其實有滿多的地方可以去 像是生態保護區啦 或是沙灣 那你在Google的地標上面呢 你會看到一個地方叫做 新屋百年食戶群 透過今天的來賓呢 我們要來知道這個 仙人流傳下來的 非常有智慧的捕魚方式 給你魚吃不如教你怎麼樣 讓魚兒來到你的眼前 我們邀請到的是 桃園食戶協會的理事長 許仁郎 許理事長 大家好 我是桃園食戶 誰會 理事長 許仁郎 好 理事長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是食戶 它不是一個排列了一個形狀之後 我們拿來拍照啦 打卡的地標而已吧 食戶是這樣 食戶在我們台灣 米蘭人來講就是食戶 那在客家人來講就是食溫 食溫 食溫 對 是魚溫的溫 對 魚溫的溫 對 那個主要它是 食戶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仙人在海邊 做一個捕魚的陷阱 做一個陷阱來捕魚 它靠去朝鮮帶嘛 魚掌退潮 掌潮的時候魚會躲在食戶裡面 退潮他就沒辦法跑掉 他就會在裡面 移民就會走到食戶去抓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都算是圈起來的一個地區嗎 對 他掌潮的時候把它蓋掉 然後退潮的時候就這樣 這樣是他還沒全部退完 大概七八分退 大概還沒有全部完 退潮的時候魚就會躲在裡面 移民就可以走來抓 但是我們要設置這樣的食戶 我們要去圈這樣子一個地方 它有沒有限制在台灣的 像是怎麼樣的地形 那這個圈起來的範圍要多大 那距離海岸線要多遠 這個有一定的規範嗎 有 它這個主要是 它主要是靠著朝鮮帶嘛 因為西海岸有漲退潮的原因 早期就是在整個台灣的 台灣西海岸從苗栗通宵到淡水金山這一帶 早期都很多食戶 你要建一個食戶在朝鮮帶 要看地形 以地形來做 因為你看我們的食戶有大有小 對 都以地形的地方來做 所以在新屋這邊的食戶是大的還是小的 也都有 都有 大的比較多小的比較少 那這邊目前是有幾座呢 早期的時候 光我們課間就有四十幾座 幾乎每一家都有個食戶 現在到現在只剩下九座 有剩下九座 就是正在運行的還有九座 對 九座還可以都可以應用 還可以在使用中 所以大家聽到食戶會想到澎湖雙新食戶 那我們的本島這邊 剛剛理事長講的就是從以前三支 從北海岸一直到 其實課間裡這邊呢 是這個桃園的海岸線最南端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到這邊下面就沒有了 還是有 還是有 我們課間這邊有 新豐那邊也還是有 團友說苗栗的荷歡食戶 對不對 團友有PO照片出來 對 那我們的本島的食戶跟澎湖那邊的食戶 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對 那個澎湖的食戶 它是以鹹五眼來做 它的造法跟我們科間 我們海岸線西海岸的造法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鵝卵石 所以我們都以就地取材 用鵝卵石來建造 是 好 那團友還滿這個後 怎麼講呢 他今天終於上到了一刻啦 因為他說原來食戶是捕魚用的啊 你該不會真的拿來拍照而已吧 然後食戶真的是一個很有智慧的東西 我們說他是百年耶 所以他這樣有多久的歷史啊 確切有一個 謝謝 阿公的阿公 對 阿祖他們那個時候都有了 在文獻劇載好像在17幾年的時候 那個貧府族的時候 他就有研究就在了 我們那邊還有很多老一輩的講 就是以前 就是喚阿虎啦 就是貧府族留下來的遺跡還都還在 喚阿虎 OK 因為當時候的還有一句諦語是說 一座食戶可以抵一甲地 對 在我們科間早期是有這個傳說 因為 因為怎樣講 科間它是一個風頭 就風很大 水尾 這叫水尾嘛 灌溉用水 我們科間是最南邊 所以每一次 別人田裡的水都吃飽飽了 輪到最後才有輪到科間 才有輪到科間 所以我們那邊早期是都是 半龍半魚 是 就是龍魚都有都間 但是最好的收入還是捕魚的收入 所以我們早期我們那邊 裝科間就有四十幾戶 四十幾個十戶 哇 所以那個時候的一個十戶 比你種田的收入還很多 一甲地的收入還多 全盛時期有四十幾戶 等於是一戶人家我就有一座十戶 對 那那個大概是幾年 民國幾年呢 我們小時候五十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很多 那個時候聖其補魚 那魚後化量還很多 那現在完整保存的 就剛剛講到有九座嘛 對不對 那是什麼原因 開始讓這一種方式 漸漸的就是不再這麼常使用啦 或者是說比較少人來做了 第一個就是因為 補魚的技術 比如漁船的補魚技術越來越好 大家就不靠這個食戶來抓 用漁船去抓魚是最好的 最快速 最快 量又多 所以漸漸的就在沒漏了 沒漏的時候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是就一直在 加上我們現在的科技喔 工業發達 林青都說往外賺錢比較好的 又輕鬆又比較有收入 所以老一輩一直凋零 就慢慢的沒漏掉了 這邊有這個團友說 因為他是山上的小朋友啦 山上的小孩沒有接觸過食戶 好我們今天其實理事長有帶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裡面呢 有我們剛剛講到的 現在保存有九座 而且他們每一座都有一個編號 我們來短短看一下這支影片 那理事長你跟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誰是一誰是二 好這個空拍景 這食戶喔就是從我們現在看的是 我們左手邊是一號 一號是最北邊 如果你到科技間的那個食戶 看的是左手邊最北邊的 就第一個 左手邊是一號 左手邊第一個是一號 上面最上面那個比較大的那個 就二號 下面那個是三號 對 好這有一點快 我們剛剛鏡頭九個都帶出來了嗎 有有九個都有帶出來 好 從北到南 最南端的是一個九號 好沒關係 剛剛我們團友如果沒有看到 你可以看回播 或者是你們可以像這個 桃園的這個食戶協會 你們也會去貼相關的照片跟影片 對不對 好然後呢 這個沒有看過沒有接觸過的團友們 你可以找個機會到科技間 然後呢剛剛的影片呢也提供給你參考 我覺得團友滿有這個前瞻性 他已經問到了我等一下就想問的問題 他說 鵝卵石堆起來變成食戶 可是他不會被沖倒嗎 那個這個就是技術 我們是以老一輩的傳承下來都有他們 像阿公阿祖他們都有交下來一代一代傳承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有師父嘛 是 所以我們都有一直在跟老一輩來學習 學習這個疊的角度 是 因為鵝卵石 原本是圓圓滾滾滾的 他當然還有個大小頭角度 我們要以他的角度來疊 對 好我們今天講到的是 就是新屋柯間裡的石戶嘛 那剛剛有講到了這個 他上面是有這個 算是柯附著在上面嘛 然後依這個石頭的大小 去把它疊在一起 那講到這個 別的地方它不是鵝卵石嗎 或是說它的形狀會不會疊起來 會不太一樣 因為柯間的又叫做魚鱗戶嘛 對 這是因為地形的關係還是 對 魚鱗戶就是以地形 從淺到深 到兩端都比較淺 中間比較深 是 所以成一個 疊一個西字形 魚鱗型 魚跑進去 它比較不會跑掉 躲在裡面 魚地形 我們都是以地形來建造 每一個 因為老一輩先人他們在製造 在疊食物 他會看地形 以地形來做個食物 你看我們食物有大有小 就是你地形小的時候 它沒辦法做這麼大 它就做小一點 對 因為剛剛畫面上面 我看到那個三號 它就明顯的比較窄也比較小 然後我好像看你們的粉絲團說 它是比較不容易出現的一座石戶 它比較深戶 比較深 有深有淺 因為朝鮮帶是最靠近岸上是比較淺 是 它越來越深 我們三號比較深 科間比較深的地方 都是到大流水渣渣可以出現 它才會補到 比較容易補到魚 因為水太多 好 所以它不會被衝倒嗎 答案是不會 不會 颱風來呢 應該不會 只是說怕人為破壞 就是有 現在有很多人為了要抓螃蟹 海螺 現在每天晚上 還是白天有很多新住民 還有這些人 打著頭燈去抓嗎 對 白天晚上都有 他們有時候看到 我們都會欠倒 你可以抓 但是你不要 你把石頭搬起來 它有可能下一個潮溪 風浪就比較 它就倒了 它就垮了 所以 我們這個不會因為天后的關係 降潮或颱風 現在東北氣風或怎麼樣 它都不會有任何受損 它就怕人為去搬動它 對 怕人為破壞 好 那石戶裡面有什麼魚呢 食物的魚很多 就是要季節 看季節 夏天有夏天的魚 跟我們市面上的魚差不多 就是夏天有魚 冬天也有魚 每個季節都有每一季節的魚 我們這邊有一張修復的照片 我們請導播幫我放下修復照的第一張 這邊上面看到的布滿白色斑點 其實它是刻 對嗎 對 那個是石刻 這個刻我其實看了很久 我想說 它為什麼跟我在嘉義看到的 有點不太一樣呢 這個嘉義那個是養殖科 它用人工一串 我們這個石刻 是它附著在石頭裡面 附著可以吃嗎 可以 所以你是說 只要不污染就可以吃了 因為有一段時間 它環保體育在檢測的時候 有重金屬污染 它會公告 可是這段時間都沒有公告 就可以吃了 現在 現在講出到現在在吃的就是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對啦 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原住民也是有啦 還有外籍勞工 他們都每天都去抓來吃 可是 它是可以吃的嘛 我剛剛看它即便比較小顆 對 那我其實也有滿好奇就是 為什麼它現在是 怎麼說 它比較小的原因是 它的品種不一樣呢 還是 對 小時候我們在吃這個石刻 當然是很大 當然 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可能環境變好了 環境變好了 污染變少了 就是 沒有 它沒有食物鏈 它就不會長大 因為我們的觀念都想說 那邊會不會因為有一些 污染的關係 所以讓這些生物長不大 其實也是有 但是現在比較少了啦 現在工業污染 現在環保局抓得很嚴 所以就 現在是 因為環保局抓得很嚴 就是一些 動物的排泄物 沒辦法排到水溝裡面 這些石刻都是靠那些生物在長大 所以現在看了石刻都長不大 因為理事長說 這邊半農半魚 所以以前如果還有養雞 養豬 還是會往裡面丟 我的顆就可以吃這一些長大 現在已經沒有這件事情了 對 都沒有 所以夏天你可能 可以捕到的魚種有大概哪些呢 夏天 我講的都不辣 還有一些回流性的魚都有 夏天比較多啦 夏天會一日後兩日比較多 冬天它就比較少 現在就比較沒有了 對 冬天就是有黑毛 黑毛 黑毛 我們有找 前幾年 有跟海保署有做個 黑毛的複裔工作 這好像 是我們 我曉得就是這幾年 黑毛它就漸漸的有回禮不回來 就是要去人工服役 它有可以 魚是一個食物鏈 就是你有可以抖 它就會來 對 因為其實在食戶的周邊 這個海岸的周邊 我們一直在看 裡面到底有什麼魚 有沒有螃蟹 有沒有蚵 有沒有蚵 有什麼魚 可是周遭的環境很重要 周遭還會有鳥 對 那也要 鳥也是因為它知道這邊夠乾淨 它才會來這邊停留嘛 對 那我們還可以看得到什麼 不是水裡面的呢 鴛蛾 過近的海鳥 當然沒有像以前小時候 我們看的一大群 都是幾隻還是會有 像冬天的時候 那個候鳥都會摔過來 還是會有 好 這邊有團友補充說 這個食戶真的不會倒 他說 今天早上還在上面跑步 是小編嗎 是桃園食物協會的小編嗎 還是誰呢 你在這邊跑步 可以啊 可以 我們那個食物都 很多人去都在那邊拍照 因為大家說這是一個海濱長城 走在海上 好 這個長城我跟妳講 這個是中央大學地質科的老師取的時候 他走在上面 像一個走在長城 而且它比較大顆 它不像我們走那種天堂路會痛 它比較大顆 好 這邊有團友問說 那可以介紹一下是怎麼樣的堆砌方式嗎 這個算是秘方不能講嗎 還是蛀川 可以啊 都可以啊 那大概是怎麼樣 堆砌 我們的堆砌法就是 你看石頭的大小 我們使用的工法是以撒卡鏡 一塊石頭 一定要吃個三個點 你只要有三個點卡住 第二個石頭再三個點 就幾乎每個石頭都卡住 都會一個卡一個這樣 這樣 它就比較不會倒 對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修復照的第二章 不是有一個接力嗎 那個是一個人完成不來的對嗎 你看整個海岸線 然後你把它疊成這樣一座長城 需要多少人一起做這件事啊 我們一天大概有 都有十幾個 配合有的班石頭 有的 比較老的師父負責來堆去來疊 比較年輕的就是他們班石頭 給師父來接種 所以老師父因為有經驗 他可以抓到剛剛理事長講的那個三角點的位置 對 然後準確的對應上之後呢 讓他這樣排列下去 對 團友我們這樣講了之後呢 你還是不會修 我也不會修 可是如果想要學 這邊有問到說 有體驗堆砌實護的這個課程或導覽 有 我們夏天都會舉辦這個課程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上我們的官網去報名 我們有時候有一段時間都會 會舉辦這個活動 堆砌補儀活動 對 好 那協會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成立的 因為 其實我們每個 每個幹部都有自己的工作 當然年紀大了都想回到村子來看看 就是看到我們的實護 真的很可惜 因為幾乎都攤掉了 只剩下基礎 這個機緣就是因為我們 桃園文化局有在做個調查 那個十幾年就在做調查 我們來看一看說 好像沒有人會修實護這種人 那我就找我們堂哥 我們兄弟 我大哥還有我們幾個弟弟說 所以理事長家族是這個匠師 修復實護的匠師 幾乎都是 對 哇 他基緣我說 因為我堂哥也七十幾歲了 他是從小跟阿公 爸爸 他們一起都在實護裡面 補儀 修實護 疊實護 那這個體力很好耶 七十幾歲 我還要這樣搬 越大顆越好的兒卵實護 真的體力很好 體力比我們還好 就是跟他講說 好啊來修啊 當時我們就只以一號實護 就是我那個時候 那個海管處還沒有撥軍費給我們說 那我們好啦 我們先把一號修起來 因為我們實護那時候剛好成立第一年 第二年的時候 在幾年成立的呢 現在第五年 第五年了 對 第四年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來把實護修起來 我們就把一號實護修好的時候 那市政府海管處的官員就嚇到 你們真的會修實護 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一號修好換修三號 一直接下來 我就那個時候跟長官講說 我們一年把你修兩座 三年把你全部修好 所以我們在三年整個 從一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 一直修 七號八號九號是今年把它修好 二號是沒有修 因為二號它原本就有在補餘 它有一次保持很完整的 所以算是說自己動心起念 就是回到了村子裡 看到這一些實護攤在那裡 但它其實是從以前流傳下來的 也是為了捨不得 然後再加上了海管處其實也是支持 而且如果沒有協會的話 還真的不知道去哪裡找這些匠師們對不對 我們有一支修復實護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邊還是可以再來跟理事長聊聊天 好 剛剛說在這個上面跑步的人 他是家軍 家軍 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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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這個它也是一個空拍 其實待會鏡頭拉近之後 會看到上面有點狀的 那都是人在工作當中 因為我們是從北邊開始修 那後面那個只是基礎 慢慢把它做起來 這個難處就是在你們的這個修 不是一整天喔 還要配合潮系 對 它這個應該是七號吧 七號十五號 它比較深 深厚 所以它試做的時間很短 大概兩三個小時 一天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做的時候 排早上跟白天跟下午 早上跟下午 但如果我今天做一半啊 然後欸 漲潮我今天要收工了 那那個做好的切口 它不會破壞掉嗎 不會 我們會把它做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堵住 喔 就不要讓它 讓它 我想說我每天做一點 就有種功虧一貴的感覺 不會啦 你如果有做到那邊把它堵住 它就不會垮掉 那有團友又問說 這個像空窯堆疊嗎 空窯 空窯可是類似 可是空窯裡面是空清的 那我們裡面還是要把石頭塞滿 所以不太一樣 也可以 外表是很像空窯的那個堵法 可是空窯裡面是空的 我們是裡面還要把石頭塞滿 但如果像剛剛這樣子的石戶修復 我們剛剛看到的人很小 可是那些人都是您講的 可能是親戚或村子的居民 如果有人想學 也是可以的 這是因為是一個快要失傳的記憶 這個匠師已經也沒有幾位 那如果說想要傳承下去 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到我們的官網的報名 因為我們修食物 第一個 我要當匠師 也可以啊 因為海管處它有規定 如果你要修食物 第一個副主 第一優先 第二是我們桃園食物 社會的肺炎 跟科間理的理名 都可以優先來報名來參加 可以做一日降屍體驗一下 不錯啊 因為我朋友問 這個也是保護古蹟嗎 對 因為我們修好 目前一二三六 二三六已經列入文化古蹟 文化資產 哇 今年就是幾號 四五 四五六還是 四五六 都列入 明年是七八九 它是 因為我們修是一段一段來修 今天修好 它明年就把它列入文化古蹟 它一定會講的一樣對嗎 它不會說 今年看跟明年看 我這樣空拍下去 它會講的不太一樣 還是一點點 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不會動嘛 不會動 對 那每一天有什麼例行保護它的工作 主要是 你食物修好 對嘛 我要體驗一日的這個降屍嘛 那我大概每一天我有什麼樣 從早到晚我要注意什麼 沒有 你如果來體驗我們會 我們會 工具我們會付給 給來體驗的人 他只要人來就好 我們有裝備 有裝備 對 有哪些裝備呢 手套啦 雨鞋啦 呼吸啦 保護的動作 來的時候我們會叫他 那如果雖然不是體驗課程的時候 匠師們也要在海岸線巡嗎 有 那個海管處有 有叫我們做的行護嘛 死護的行護 幾乎呢 這好天氣我們都會派人去行護 如果萬一有什麼 石頭掉了還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補吧 還是要再做 還是要做維修 我們現在團友問的這麼熱絡說 欸我可以體驗嗎 我想要當降師 那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人呢 它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最困難喔 最困難喔 最困難就是有很多人 斜了一天兩天 他就腰痠背痛 他就不來了 體力不知是最困難的點 無法克服 對 對不對 然後還有剛剛理事長 私底下有說 就是天氣要不太冷 要不太熱 這種極端氣候也是比較難熬的 對 氣候 冬天就是冷很冷 夏天又很熱 所以有些年輕人 他體驗都 看一看他都不想學 除了這個食戶的體驗啊 我覺得在你們的粉絲團 這個科間小護士 家君你好 我覺得蠻多文章 都寫得很知識性 因為除了食戶的捕魚方式 還有幾種的捕魚方式 像是插網或者是牽網 孤寮幾種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了 是這樣 有食戶如果有魚 我們要看它的 就像水多跟少 如果多我們會用大網子去牽 水比較少的 我們會用小網子去體驗 這個就是牽網的過程 對這個就是 因為它水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用大網子去牽 如果像那個小的食戶 前戶比較小 我們都用小網子 手插網去牽 這是牽網 對 那孤寮是什麼呢 孤寮就是 因為科間早期有 兩個地方在牽谷 牽鍋 就是柯一燒跟柯二燒那邊有兩個 現在牽鍋就沒有了 沒有了我們就 給人家體驗說 早期我們這邊還是有在 有在牽鍋 所以它就是個體驗的性質 現在比較少做了 因為 孤寮主要是在放網子 因為你網子回來 沒地方放要把它吊起來 可以亮 可以這樣就可以亮水 不要曬到太陽 又可以亮乾 好 團友問說 有沒有遇過很生氣被破壞的狀況 有 是很多 因為有時候 因為現在 食物做好了 很多人都去體驗去看 有一些人就是看到 有一個顆或是螃蟹 他就想去抓那個東西 就會把它破壞 就把石頭拿起來 石頭拿起來 它沒有馬上補回去的時候 而且它可能還放錯位置 放不對角度 而且你如果今天拿起來 明天這塊石頭再放回去 可能放不回去 嗯 因為它可能整個有鬆動 就很麻煩 所以你每天尋 可能你是要尋說 這些人有沒有做一些NG的行為 或是哪一些被搬動過 其實你們很眼尖對不對 一看就知道 對 對 都可以看 因為有破壞跟自然破壞的那個 痕跡都會不一樣 好 一種是人為去搬動它 另外一種是你們也有辦淨灘活動 這邊也是有就是亂丟垃圾的人是嗎 主要我們海岸線的垃圾都是從海漂過來 海上漂過來的 所以垃圾都會有 因為東北季風來有從北邊 甚至我們那邊的垃圾 不只台灣有大陸韓國 日本都 日本好像比較少 韓國都有漂到台灣 是 大陸最多 平均我們撿的垃圾大概有十個寶島 你四個寶島就有一個是大陸的 其他就是台灣人比較多 我剛剛想說因為您說這邊是 桃園海岸線最難 我想說都從北海岸這邊慢慢流過來 這個垃圾我猜是應該是從溪裡面還是流到 流到外海比較多 可能會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 它從四面八方來我擋不住 但是平常透過這樣的活動 我們還是可以去舉手之勞 沒有就是靠我們那個海岸巡物隊 就是常常去有垃圾去撿 反舉辦活動 我們常常舉辦大型的那個淨灘活動 是 跟一些企業還是學校團體都有參加 那柯間裡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除了它有一個很漂亮的 我們現在保存久坐的這個活化石石戶之外 柯間裡您剛剛說是半農半魚 對 這邊的農又有什麼呢 柯間裡說簡單來講說 整個桃園海岸現在有46公里 我們是最南端的一個村子 村子我們主要是 早期就是半農半魚 就是因為它最南邊才能保存的 這麼完整的一些鄉土 比如石戶啦 還有我們最大的一個點就是 柯間裡小小一個裡有兩間大廟 兩間那個 兩間 滿意我們趕快 你知道是哪兩間嗎 好高你們 有一間福星公跟昭靈公 可是我們供奉的神明 又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以你姓為主 是 欺福夫人 欺福王爺 我們供奉的是 兩個大廟都這樣 所以我真的是 我們客間是一個寶子 為什麼要再一個吧 小小一個村子 人口又不多 又兩間大廟 一個福地 福地 對不對 那農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品嘗到海味好不好 如果我們已經圈起了一些魚 而不一樣的魚種 那農呢 這邊有什麼樣的 我們現在種農流 第一個是稻 就基本的 第二個有火龍果 還有角白筍 芋頭 地瓜 番薯 都是可以到那邊 可能買得到或評價得到的 對買得到 季節性都買得到 是 那理事長你在那邊是 土生土長嘛 對不對 就是從小在這裡長大 對對對 那你最喜歡 客間裡的什麼樣的風景呢 客間裡有 最好的是 很純樸一個地方 我剛剛看那個 夕陽這樣看也是很漂亮 對啊 在石戶這邊這樣看也是很美 其實我們那邊有 看夕陽配到 加上石戶 是個很漂亮的地方 可以去體驗一下 而且現在有個觀景平台 對啊 新做了一個觀景平台 這做好了 現在可以到那邊 到你到北邊的時候 石戶最北邊的 一號石戶上面可以看到整個酒 它叫官戶平台 官戶平台 對 你就從北可以數到酒這樣 對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如果你還想要對就是 石戶有一點了解的話 柯一哨所是不是也改成了一個 算是故事館 博物館這樣子 可以 柯一哨現在是石戶的故事館 可是他柯一哨要到石戶 看觀看石戶 你就要騎腳踏車才能到 因為他柯一哨到石戶的 這個海外的距離 那邊可以租腳踏車是嗎 有 可以租腳踏車 對 那這樣蠻好的啊 一日行程 一日行程 對 我是建議都可以啦 因為你車子可以停在福興宮 然後在那邊租腳踏車 可以從福興宮騎到看石戶 然後我們那邊一個那個什麼 飄奴墓公園 是 就可以看得到 阿柯一哨再上去 就石戶故事館 再過去可以騎到永安 永安一港上去 一路騎下去 對啊 好我們也曾經在環島的時候 經過永安 但是沒有機會到這個 往上一點點來到柯間裡 希望有機會呢 也可以到柯間裡去看看 目前保存很完整的這九座石戶 算是這個歷史古蹟了對不對 海上的火化石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理事長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然後如果團友 你還有更多想要發問的 不要客氣 就是剛剛我們的這個 食物協會的小編也來了嘛 有問題的話呢 直接找小編 那留言的話他不知道 他也會問理事長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掰掰